论文风波不断 南投县长参选人许淑华 同样身陷其中 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公开资讯中 这篇论文研究身为许淑华 名称是公部门结合地方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之研究 以南投市为例 被南投县议员参选人曾从凯 具名向冯甲大学检举涉及抄袭 被揭露后年底的竞争对手 蔡培会炮轰许淑华 不只没有标注清楚引述的内容 比例也严重超过 蔡培会曾开记者会 用红框比对圈出五大段 散落在一到六个章节 而许淑华当时也承认疏乎 因为当时我引用的是 未发表的文章 在有些的段落 我并没有去注明出处 当时我也承认 确实这个是我个人的疏忽 所谓没发表的文章 研究者是现任苗栗县议会 议事组主任谢百杰 不过在许淑华担任南投市长 及攻读硕士期间 他当时是市公所的专员 近日也证实 是他主动拿给对方参考 许淑华在截稿前联系不上 不过冯甲大学证实 有收到当事人来函 希望校方开学术伦理委员会 调查他的论文 但现在不方便多做说明 我呼吁冯甲大学 在一周或两周内 就尽速召开论文审查委员会 校方第一步是成立审定委员会 过程并不公开 只是以目前进度来看 恐怕要等到十月中 才能完成审查 对于叙淑华论文抄袭怡云 逢甲大学说到时会公布结果 三立新闻张整治理建英 南投报道